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股联三交易日累计上涨预440点 距离2011年中只剩5个交易日 汇丰安抚基金经理人石龙志表示 台股短线只跌讯号确定 以外脱迫比危机 在没有国际重大力工前提下 年前报骨相对安全 向阳公益基金会今天上午公布 2011年青少年生活痛苦指数调查报告 其中名变第一的是出人投地困难 第三名是未来就业困难 显示现在青少年最苦恼的问题 就是毕业后该如何找工作 不少民众觉得今年冬天特别冷 似乎会别暖冬 中央计算局今天指出 今年冬季因为高低压风向汇合 降雨日偏多 日照数偏少 平均气温也下降 不过全球暖化大趋势并未改变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每周初constiberal 窄团 匹 准史